我们知道这六艘拉法业舰其实是向法国采购的 所以它基本的配备是法国所生产的 那目前在这个拉法业舰升起的时候 整个升级其实是所谓的作战方面的装备 那其他方面的像雷达像升纳像轮机的话 它如果说要有一些补给或者一些提升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最好的方式还是向法国去采购 那在这个情况下由于的合约到今年六月 就已经完全的结束了 所以这次才委托中山科学院 他们做一个算是一个采购方法 就向法国去采取有关于轮机像升纳 像这一方面的这些设备 但是像军界方面比如像飞弹方面 那特别是这些部署的都是中科院所研发出来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拉法业在整个一个升级 就是像轮机像升纳或像这些东西 基本上原来属于船体内部的部分 还是继续向法国去采购 因为这样子比较节省一些成本 但是像所有的舰上配给的武器 大概基本上都尽量用台湾所自己研发所自制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是这个拉法业在升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你说的特别是东西 打辑的衝刺